还记得今年年初这件骇人听闻的杀警案吗 农历过年前连续三针枪响划破宁静的嘉义市区 到的写播当中了竟是保安队霹雳小组警员林静忠 他在太太进的义品店遭了凶手近距离枪击后身亡 原本以为这是义品店慢慢纠纷惹来的杀身之祸 但警方查阅则者林静忠手机 赫然发现中西乡乡长太太的裸露照片到底怎么回事 念中他下班之后 然后他去他太太经营的这个创品权的义品店 从背后靠近突击他打了两枪 又绕行到这个车前 就对着这个被害人的正面 腹部再度枪击这个一发 她是在加益市检察局的保安队 她是编织在霹雳小组 她平常还是我们那个常讯的助教 霹雳小组的警察 竟然在大街上招養队 霹雕杀震惊社会 加上歹徒近距离射击 明显就是冲着远景而来 犯案前跟犯案后都是骑一台这个 没有悬挂号牌的这个机车 嫌犯又刻意都选择这个沿着 巴掌溪沿岸的这个区域在做逃亡 所以我们在监视区钓业的部分 后来陷入困境 我们能够确定的这个逃亿路线来 寻找这个沿途 沿途的这些 写方电话的这些机率台 虽然锁定十多只电话 但登记使用者 可能不是实际持有人 调出相关亲属 在调院名下汽机车 资料就好几百笔 警方分析比对 犹如大海捞针 我们变成反向过来 我们从上而下 从所有可能引起 这个命案的动机来做清查 他做检查工作 我们就会去思考到 是不是他侦办的案子 在过去 跟什么人有冲突 告诉住 他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他跟太太在经营这个义品店 然后义品店 他可能会有些买卖的纠纷 针对邻近中的矫网对象 主意清查 找出十多位可能关心人 最终他们案发前后的动态 在根据之前 过滤的三支电话比对 找出刘瑞棠涉钱重大 刘瑞棠他会 有时候跑到高雄 打空中电话跟刘家伟 他儿子联络 然后也说钱啊什么 然后要处理 发现他儿子有去这个银行 在台中的银行 有新开了一个户头 存入了这个50万 50万的现金 就我们的观察 他们的经济状况 是不太可能突然跑出这些钱的 好 我们进去了 我确定他们有在里面 本来消息就是直接就是 用那个破门杆直接把那个 就是射穿 开门了 你可以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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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他的年纪来讲 他这个撤销空气在回笼 起码就要再光25 所以以他的年纪来讲 是没有明天的 那对于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他会不会去犯这个安全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他可能要筹措逃亡的经费 可能要去安排安家的费用 当天我们一逮捕到他 他就承认是他做的 你是失手 不是要打他的 他就是因为去那边 一品店买卖纠纷 然后原本就是要去教训他 他认为他去那边的时候 第一个店家的态度不好 也就是这个被害人 跟他太太的态度不好 第二个他觉得他买贵了 被骗了 真的只是东西买贵了 失手杀人这样单纯吗 警方虽然抓到嫌犯 但这只是第一回合的胜利 因为他们早就掌握 刘瑞棠在案发后 曾拿到一笔200万组团 刘瑞棠就要讲 这个犯件是怎么来的 然后后续的这个 都吃了这个借题 然后说这个是黄俊源给他 黄俊源是谁 他是嘉义县主席乡乡长 王昆宏的表弟 但警方调查 以黄俊源的财力 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那这钱到底是谁的 地方上大家都知道黄俊源 就是黄昆宏的小弟 就是除了亲戚关系之外 他就是专门在帮黄昆宏处理东西 这背后藏进人 难道跟乡长王昆宏有关吗 好 好辛苦 我看了 要等一看这个妈妈 可以看这个也要走 经常在媒体前曝光的乡长王昆宏 曾任一届议员 两届乡命代表于乡长 尤其最热衷的就是宗教活动 来 跟上一届来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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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长伴著我们的玄天上帝 有回乡长选举 党内有人想跟他竞争 王昆宏也提议用划杯决定 家属哪里是威豪 我是很平静的心在接受 但是很正常在这个机制 最后就是由他脱颖而出 只是这样政治经验丰富 深耕地方的乡长 怎么会跟杀警案有关 从那个我们使者里面中 我们他的手机里面有发现到说 他这个中间有一个 跟一个乡长的老婆 有中间的这个对话 算是比较曖昧 某一段时间 某一个时间 里面竟然有 如期乡长他太太的裸照 那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一个感情 难道是案外案吗 但临近中被枪杀时 乡长跟太太关心女子 明明已经离婚了 又可能是这样酿成杀鸡吗 他比较爱吃出这个 其实地方从很多 他在嘉义地区算是名人 从王昆宏脸书上的po文 也能看出端倪 因为前妻曾经夸赞男性路人 真年轻 就让王昆宏气得想打人 他 我显示作风怎么样其实 我认识他很大大都知道 结果每个人讲的都是 类似都是这样的 爱吃醋 是 但怪的是爱吃醋的乡长 就在临近中遭枪杀两月后 又跟前妻关心女子再婚 然后走到了舞台上 大家在讲他 昆宏得睁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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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那个画面竟然是 乡长要很努力的 要去找他的嘴巴 甚至他还把他脸固定住 然后才能够强吻到他的妻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我认识官家 与他那时候的心情的挣扎 是很严重的 另外王昆宏的岳父 明明是嫁女儿 却在台下频频室泪 表情冷漠 脸上一点喜悦神情都没有 嫁人的事情 我老婆婆就要衰败了 你不暂性 你不暂性啊 我暂性就不暂性 老人家的语气中 似乎在这几分云奈 我女儿当初嫁给乡长后 风波不断 他对太太的那种管教是很严谨 不准他太太要跟其他人 接触的机会 一点蛛丝马迹 他就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有人来带绿帽子 那这样子的性格之外 他自己又常常发现酒帝 而且他跟他太太结婚的第一年 他就有外遇 好昆宏 你两年三年来 你改革 真好逝 乡长的时候已经对他太太的疑心病 越来越重 他的太太 发现他才是被装的GPS 保安隔签 然后他们夫妻两个 又去派手撤回这个告示 从来就是说 王昆宏他怀疑他太太 有外遇 所以才去装这个东西 夫妻间的感情因此出现裂痕 他在选举期间 没有办法出任何一件事情 然后他老婆呢 这时候又发现了这个追踪器 他就去问神了 他就经过一个庙 他就去拔杯 所以他说要进到天空天空廟里面 去拔杯的时候 竟然出现三个新杯 那他就告诉自己说 那提供跟我说要离婚 竟离25年 因为拔杯问神决定离婚 就那么刚好 离婚之前 乡长太太 恰巧认识了死者林静忠 乡长本来跟林静忠就 常常去店里面设计 来看 他跟着也去店里面 结果也认识这个林静忠 他就跟林静忠讲说 我怀疑兄弟 外面好像有孩子 你帮我查一下 结果林静忠就因为 关心他的家务事 两个就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虽然他已经离婚了 但是也是有可能 会因为这样的状态 而引起他的前夫的不满 也就是这个王倩乡长的不满 乡长前妻也曾经帮辞者 林静忠的一品店代言走秀 而根据判决书的记载 就在离婚后隔天 王昆宏再度拔杯问神 除了问前妻会不会回头 也问对方到底有没有外遇 在离婚之后 他什么东西都杯 应该其实提供给他一个很好的路 他一直在飘忽不定 他说要娶他吗 他再给他有好原分 他会回头我再带回来 这样五杯 要过后我不能娶他 四杯 你如果对一个人 对这么相信神明的职交的过程 所以也就是种下他对那种 生性多疑的性格 早年他有一些这个 犯案的前科 那有 大家认为是就是具有一些黑道背景 我很久已经 离婚这个冠后 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了 加上又是兄弟的背景 所以一旦有人侵入他的财产 认为这是他的东西 他就要保护 真的是自觉戴绿帽而酿杀鸡吗 但怪的是 在死者林静忠告别式上 王昆宏还从容出席 不但大摇大摆 献身丧礼 他还担任告别式的点主官 更讽刺的是 他送的晚联 上头写着点番油存 而且在告别式过后一个多月 王昆宏就以儿子希望爸妈 复合为由 把前妻再娶进盟 这个关家宇 在他老公提出想要再婚的时候 确实有跟林静忠说 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 那时候林静忠他也提出说 那祝你幸福 但是在到他被杀害这段期间 他们关家宇跟他附近的人 有证词 他们都还有关系 甚至还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加上警方也曾掌握到这项 重要情资 林静忠的太太 对 他有提到过 曾经有过就是 就是台南的同事 来这边有跟他提到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人想要针对他 要处理他 好的 当时林静忠他们的夫妻是觉得说 是不是来开友的什么的 所以说也不理他 如果这个事情让你搞大了 那我婚外情的故事不就是众人皆知 甚至警察长官都知道了 所以林静忠自己去跟警察讲 去跟上面的长官讲 所以这个小队长在外面 这样子讲我抹黑我 结果竟然这个台南小队长是好意 没想到竟然被高层的警官 把他事情压下来之外 还把他调作最后 没想到当时地方上的传闻 却在一年后成真 检警认为 王昆宏买凶杀人 涉案重大 收望歹人 县长 这种车车就够了 谢谢 谢谢 他这个大风大浪看过的人 他的心防是很坚强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征讯 征讯重点不会放在他身上 我们会把我们的心力 去放在建构在其他的旁证上面 比如说黄姓表弟在案发的前跟后 都有去跟王昆宏见过面 包括他在案发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也有 这个表弟有马上去跟刘瑞棠有见过面 但王昆宏始终没有承认 双方面都想说谁不认识谁 我也不认识他 刘瑞棠不认识王昆宏 王昆宏也不认识刘瑞棠 这很奇怪 但谎言被检禁一一击破 刘瑞棠跟王昆宏他们算 年轻时候就认识了 他们是应该是在建执行的人士 后来我们做这些账户上的清查 这个刘瑞棠他先前就有 跟王昆宏借钱的这种状况 不是一次两只又好几次 明明就是就是 为什么却推说不认识 一审法官最后根据这些旁证 以及秘密证人的说辞 认定王昆宏透过表弟黄俊元牵线 找枪手刘瑞棠买凶杀人 判处无期徒刑 但王昆宏在判决结果出入后 否认到底 认为检察官用奇怪的推论连结 也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被冤枉的 人公相信他很清白 相信那么认真的相展望 又潜心向佛不看行 乡公所员工力挺 王昆宏也要上诉讨公道 从纠纷演变成情杀 案情峰回路转 一桩金氏杀检案 紧蹦出一连串如同乡土剧般 不能说的秘密 导演李翰翔的电影 情人的情人改编自真人真事 说的是一名台商在大陆包奶生子 没想到在美国坐月子时 遭到杀害 美国警方逮捕陪伤原配 不过他真的是凶手吗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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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犯丧尽全面 无故杀害两条隐秘 前例不应 方例不应 是非常清楚难熟 我们找到当年独家画面 原配在法庭上激动痛哭 又是为了什么 稍后为您揭开背后的故事